不管咱们这些年联系多少 或者说别人怎么说 你心里怎么想 但在我心里 我始终把他当了一个特别好的弟弟 因为我能进入直播这个行业 我说真的 这是我的 算是一个引路人 要不然我是绝对不会进入这个行业 但早年 对吧 如果没有他到老安的时候 我一劝他 我说兄弟 你绝对未来 不止于此 然后骗了我几千块钱 买了个显卡 去做解说那个落脑 半年以后 对吧 联系我 哥 我来北京了 请你吃个饭吧 我是去了 到那以后 找了一个最近的大董 我那时候还记得 花了小两千块钱 请我吃了一顿饭 没有五千 五千吗 我点那个地王蟹 那时候 五千 对吧 说少了 五千 有这么多钱吗 五千块钱 在当年吃了个大董 过程中喝了点八加一 喝完以后 喝多了以后 跟我说一句话 你说我感谢你 然后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跟我显辈说 你知道我现在一个月 能挣多少钱吗 我说多少钱 他给我比了这个数 我当时心说五万块钱 你跟我吹什么牛 各方面 后来我才知道 他后面多个零 这时那时候很牛 你知道吗 第一次去北京 是你开那个汉马 那你 我是第一次知道 北京能不赌 这沿着开的 公交专用线上 跟我说你看 你可别瞎说 别瞎说